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绝世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轰隆 大地之上震气无边威势 各种光芒闪动不停 化修一条长长的尾巴被七枚铁吉犁狠狠地压住 完全无法动弹 只能站在原地不动 任由秦熙和绿植园攻击而来 虽然两人联手见识如虹 但对方的身体却像是百结不坏 仅能留下浅浅的伤痕 化修也是恼怒不已 他更加担心长空上的水仙 注意力大半都分了过去 该死 一见众人围攻水仙 顿时勃然大怒 张开口吐出金色火焰 化作一道道利剑 直接朝长空飞射而去 天空上各种惨叫声瓷器匹服 一下子死伤大片 秦熙和绿植园怒火冲天 不仅是气愤更是恼羞成怒 在他们联手攻击之下 还有心思去帮别人 简直就是对他们的侮辱 两人面色一寒 都是各掐见绝 一道道的剑光散开 运势而起 长空中的水仙喝道 管好你自己吧 这些人我能对付 他一身的海绳套装 就差锁子黄金甲还未寻回 手中八苦见势撩起 一片痴怨红尘 苦海无边 那些强者在这片建议之下 竟有迷失之意 不由的大海 纷纷地气护体 褪避三射 加上化修 还在下面口吐惊艳 不时的偷袭几下 更是无人敢上前强攻 好漂亮的小女子 这三件玄器 好声令人眼热呀 爷爷我拿来瞧瞧 突然一道极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水仙顿时觉得身体一致 周身远力尽数被压制下来 他吃了一惊 眸光一闪 隐约之中看见了什么 大鹤一声便轻力灌入剑内 往虚空中刺去 一道道磨合古字 从长剑上弹起 分别代表生老病死 愿赠慧爱别离 求不得 无曲运 八个古字凌空而起 化作八道金光散开 整柄长剑上气运激荡 睁然一声将虚空斩裂 什么 虚空裂开之处 一名满脸白须的老头露出真容 满脸都是惊骇之色 但转顺 但转顺那金蓉便化作狂笑 双手直接掐绝 往大剑上抓了过去 果然是海皇一族 小妮子 爷爷要你了 老头 老头那圆润的手掌抓住大剑 一下子变得瘦骨灵循 满是青色 完全不是人手 嗡嗡嗡 金箭在老头的手中不断颤鸣 恐怖的箭翼散开 冲那金色的手臂斩去 掀起道道波涛 却不能伤及他 老头的须发在箭翼下翻飞 不断的狂笑 小妮子 跟我走吧 他驱使在箭上一弹 将长箭震开 身影如同鬼魅般闪动 一下子便掐住了水仙的脖子 水仙脸孔一下仗着通红 急切之下向前望去 只见那老头的眼眸 渐渐变得诡异起来 他只觉得头晕脑胀 慢慢的就失去了知觉 师妹 化修狂吼一声 整个人的气息瞬间攀升至极点 常委在剧烈震产 想要从那七枚铁岩吉利下脱开 大地不断开裂 他的身体慢慢变大 几乎全部腰化起来 像是一只巨大的怪物 遍体鳞片 折伏在地上 重重的呼吸下身体起伏的厉害 双目一片通红 盯着那老头 完全忽略了身边两位强者 竟然是深海中最凶残的巨尾一组 老夫这次出来意外不小啊 老头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兴奋的双眼冒光 他取出一个手环 凌空扔了出去 那手环一下子变得树木之大 随即引入空中不见 随后一只巨大的怪鱼 慢慢地从虚无当中游了出来 怪鱼有百丈之长 直通东西 看不清面容 众人只看到鱼身通体青色 嘴上两根长长的碾须垂了下来 小 老头轻贺一声 一道绝印拍了过去 那怪青鱼 这才在空中摆了几下 这才缩小了十倍 身体化作十丈长短 慢慢地悬在老头的上方 众人这才看清那鱼的形态 一脸的恶宁之色 一双环眼如同金灯闪烁 身上的鳞片排列的诡异非常 就像是一块块插上去似的 不仅形态不一 大小不一 颜色不一 更是品种也不一样 更让所有人骇然的目瞪口呆的是 这条怪青鱼身下 竟然伸出了一对黑色的鹰爪来 食指丰锐无比 老头和怪鱼的出现 让所有人都是一下目瞪口呆 手足无措 满城之人更是举目而望 一个个呆滞不已 到处都是吞咽口水的声音 所有人心底都浮现出一个问号 这到底是什么语 就连秦熙和绿之园 也是倍感突然 手中见势一缓 愣在当场 画修依然暴怒的盯着老头 不断的叙事灌入肠尾 整条尾巴开始变得赤红 那七枚铁岩吉利 颤抖不停 很快竟要被崩碎了 老头对他不为所动 而是将昏迷的水仙扔了过去 让那怪鲸鱼一口咬住 随后拍了拍鲸鱼的头 笑道 好声给我看好了 若有差池 今晚就吃了你 怪鲸鱼金灯一样的目光 转了一下 张开嘴来 一下将水仙含在嘴里 随后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 水仙便被他一口吞了下去 啊 化修一下子爆走起来 整个人都发狂了 砰砰砰 那压制住肠尾的七枚铁岩吉利 一下子爆开 化作七道蓝色的青年消散 绿之园和秦熙 一下反应过来 惊骇之下 只见化修冲天而起 巨大的尾巴 凌空扫荡 猛的往那怪鱼身上拍去 快把我师妹给吐出来 他赤红的双眼目自欲裂 怪鱼眼珠子一瞪 像是两道金光闪动 张大嘴巴来一吐 轰轰 一道闪电便劈了下去 闪电击落在肠尾上 瞬间爆开 无数雷电扩散开来 震得化修 剧痛不已 他虽然刀枪不入 但雷电之力击破他的九天地气 直接轰入体内 大肆破坏着肉身 哼哼 这可是一只成熟型的凶残巨尾 可别给我弄坏了 老头的眼中闪过冰冷的喜色 单手掐绝 一道福利在手中出现 直接扔了下去 那福利飘飘荡荡迎风而斩 一下子变大如同金旗 化修刚被雷击的眩晕 见那福利落下 顿时瞳孔暴张 大吼一声 就一拳轰了过去 空气瞬间爆开 一圈黑纹在拳风上荡养出去 更是将福利激透全尽 直通九霄 什么 化修瞳孔一缩 心中一片骇然 那被激透的福利似乎没有丝毫变化 继续飘落下来 一下子就粘在了他的身上 那福利一碰到他的身体 便消失不见 但上面的无数细小符纹 尽数飞出 瞬间就布满全身 化修猛的仰天大叫 巨大的痛楚从全身传来 那些符纹并不攻击他的身体 而是像水一般渗入到鳞片的缝隙之中 全身传来无数的暴声 层层叠叠的鳞片之中 纷纷渗出鲜血 如同千刀万剐 化修的双瞳之中 渐渐的失去色彩 身体也变得僵硬起来 顷刻间便浑身是血 像是在雪池子里泡过一般 触目惊心 这个也带上 别弄死了 活着的更有价值 老头宁笑一声 那怪轻鱼缓缓飞低了一下 身上的鹰爪突然变得老长 咔的一声 将完全是兽形状态的化修抓住 慢慢的拖了上去 满场数百万人 至少有上万母者 修为达到一定程度 目力极好的也有数千之多 将整个过程看得一清二楚 除了惊骇之色 更多的是惊恐和害怕 远远的都感到浑身冒着冷气 即便是绿植员和秦熙 还有其他的一干绿加强者 也全都是远远的望着 手心全是冷汗 没人敢坑一声 今天收获不错 真是好运气 这趟红月城之行 没白来啊 好开心 老头一下跃起 跳跃在那青鱼的身上满脸的笑意 不断的捋着胡须 绿植员发现那老头至始至终 都没有看过他一眼 这是完完全全的蔑视和不屑 说明自己完全不入他的法眼 身为封灵城之主 这是莫大的屈辱 但他现在一点也不觉得屈辱 只祈求着老头赶紧离开 永远消失掉 今日之事就当是做了一场噩梦 怪青鱼缓缓缓地从低空飞起 在封灵城上方游荡 载着那老头往传颂镇所在的区域而去 华秋被他的双爪擒着 还不断的往下方滴着血 满城一片死寂 除了一些没见过的普通凡人 还在细细囊囊外 整个城内都笼罩在一股压抑之下 在城池的某处 一座高楼的穹顶上 一名轻衣长袍男子迎风而立 男子面容冷峻五官精致 风姿独秀 青色长袍在风中烈烈作响 腰间别了一把精致的佩剑 左手握住剑柄 玉树临风 整个人静静地站在那一动不动 目睹了整个过程 此刻望着那青色怪鱼缓缓游走 瞳孔渐渐收缩 悠悠自语道 水仙被抓 怕是李云霄很快就会知道了 他会有什么反应和行动呢 男子沉思了一下 突然双瞳猛然皱缩 望着那青色怪鱼的双眼 暴射出金王 脸上露出骇色 只见那巨大怪青鱼 突然在空中停了下来 他的尾部上面 老头的身后 突然多出一个人来 对 对